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魔界爆红那时候学校有个现象 你会发现女生多半比较喜欢俊美白镜的精灵王子勒狗拉斯 而男生通常比较喜欢充满成熟魅力的仁皇亚拉刚 当然也是有例外啦 反正不管是海报还是剧照 只要微果莫天生饰演的亚拉刚一出现 那一脸充满历练的沧桑感 手持圣剑的威严霸气 就不禁让我幻想 有朝一日也能跟他一样英勇帅气 可惜这个愿望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可能实现了 抱歉离题了 今天这集就想跟大家聊聊 魔界三部曲我最喜欢的角色亚拉刚 多于一个强度党来说 魔界远真队里面 如果把甘道夫这个神族扣掉 非神生物里面 战力最强的就是亚拉刚 勒狗拉斯派的观众 先不要急着按道赞观影片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把原因说完 电影中亚拉刚在风云底上 对抗不死戒铃 一打五还成功击退戒铃 就显示出他的强大战斗力 更别说大战前 他在跟队友讲完激励士气的话之后 就拔剑带头冲出去打趴一堆敌人 还几乎能够全身而退 底下的人看到他这样子 每个都被他的不驱斗气给buff 战斗力直接提升了好几层 重点是人家精灵是永生的 跟鬼灭的以窩座一样 可以不断修炼个几百几千年 会强不意外 但亚拉刚明明是人类 为什么他的寿命比一般人还要长 战力也高了好几个等级 完全不输给长生不老的精灵呢 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 亚拉刚为何会被誉为 魔界圣战时期 中土世界的最强人类吧 看看在人皇亚拉刚身上 藏了哪些不为影迷观众所知的秘密 我说亚拉刚很强 用什么标准评断他很强呢 如果要用他在魔界三部曲中 跟各式各样的人对战 一打都没输过 那远针对的精灵王子 勒狗拉斯 跟矮人精力两位 还曾经轻松协议互比沙迪素 不也很强吗 感觉也不比亚拉刚弱啊 但如果你知道 中土世界各个种族的来历与特性 就比较好理解 伊路维塔创造的精灵是永生的 身体素质跟各项能力 天生就比其他人形生物要来得强 而大地之神奥利创造的矮人 虽然性格急躁又多疑 但是非常勇敢 忠诚 战斗力也没话说 人类虽然跟精灵一样 也是伊路维塔创造的 但神赋予的礼物 死亡 也注定了人类的身体素质 跟各项能力 发展的上限 很难比得上精灵 只是我必须说 亚拉刚的战斗力 是完全不会输给 他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精灵 为什么呢 这跟他的绅士协同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你必须知道 中土世界的人类有等级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 通常是因为某些因素 被认为或自认为 比同类更是优秀高等的一群 而做的主观性分类 例如说 曾经踏上维尼诺 见过双胜素光芒的光明精灵 通常也被称为高等精灵 这个高不高等 是跟长期定居中土 没见过双胜素光芒的黑暗精灵相比 所产生的差异 中土大陆的人类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也渐渐可以区分为高等人类 中等人类跟黑暗人类 所谓的高等人类 指的是后来帮忙维拉跟精灵 一起讨伐魔狗斯有功 被维拉加持过的人类 维拉赏赐这群人类 让他们在贝列盖尔海中央的五芒星海岛 建立了鲁曼诺尔帝国 所以这群高等人类 又叫做鲁曼诺尔人 鲁曼诺尔在金尼语中的意思 是西方之地 因为他是位于中土大陆西方的海岛 发音近似登丹 不过后来鲁曼诺尔王国 所以后来大多都是称这群人 跟他们的后裔为登丹人 讲这么多 当然就是要说 我们的钢哥的祖先是鲁曼诺尔人 而且还是鲁曼诺尔王族的直系后代 网路上你可能会看到 湘民用超级鲁曼诺尔人 来称呼雅拉钢跟他的祖先 概念就是七龙珠的超级赛亚人 经过神的加持 不仅寿命比普通人长很多 身体素质跟各方面能力也更加优秀 而且越接近纯正王室协同 能力就越强 说登丹人是超赛 一点都不夸张 全盛时期他们做了什么 第二纪元3255年 鲁曼诺尔第25任皇帝 亚尔法拉松代理舰队航向中赌大陆出兵攻打索伦 还直接打到索伦认输 对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索伦 因为真的快被登丹人打残了 索伦才将计就计投降出一半 改用慢性腐化的方式来高夸鲁曼诺尔帝国 索伦用了三年时间腐化皇帝 皇帝决定渡海攻打不给他们永生祝福的诸神 虽然是索伦在背后push 但也证明了登丹人的战力确实超凡 不然索伦要煽动皇帝挑战维拉 也不可能成功啊 这也是为什么说 魔戒元征队里面 雅拉钢的战力绝对是顶级的 他的底子就是比普通人或非王式协同的登丹人更好 这也解释了 为何魔戒圣战时期 他已经87岁 外表却还跟三四十岁的青年大叔差不多 大家猜猜看 雅拉钢最后活了几岁 210岁 如果普通人的平均寿命是75岁 这时候的雅拉钢换算起来 差不多才31岁的年纪 正要迈向人生的巅峰岁月 看过雅拉钢的族谱吗 如果没看过 现在让你看看 登丹人强悍的原因 不只是受到神的加持 来看看他的祖先 鲁曼诺尔帝国初代皇帝艾洛斯巴 这个艾洛斯是谁 他是瑞文戴尔领主 艾隆的双胞胎兄弟 也是一位半精灵 跟艾隆不同的是 他后来选择了人类的命运 活了500岁 艾洛斯爸爸那边 有诺多王族分国分的血统 妈妈那边有神族美丽安 跟辛达精灵王艾鲁廷梗的血统 对了 这边这个贝伦跟图尔 还是精灵宝钻里面 超级强大的人类英雄 这样你就知道 为什么身为登丹人王族 直系写清后裔的雅拉钢 会这么厉害了吧 又是神 又是高等精灵跟古代人类英雄 有这么尊绝不凡的精英血统 我就问一句 雅拉钢是要怎么输啊 既然你知道 雅拉钢也有高等精灵的血统 那就可以讲一下他的童年了 什么 现在才要讲童年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拖时间啊 嘿嘿嘿 真的不是 血统王之力不讲清楚 你不会明白雅拉钢强大的主因 但老实说 几千年下来 雅拉钢王族血脉 也已经被稀释很多了 虽然比不上他祖先 但即便是经过了几千年 他的战力依旧是当代中途大陆中 人类的天花板 你就知道 登丹人王族的力量有多强了 雅拉钢 是雅拉松二世的儿子 这个名字 在金尼语中的意思是尊敬的国王 他是第二季元末 奪走索伦魔界 雅耳诺与刚夺至高王 埃西多的第39代传人 也是登丹人第16代酋长 等一下 又有国王又有酋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登丹人酋长的称号 严格来说 他们是中土大陆北方 雅耳诺王国的统治者后代 那为什么不叫国王 要叫酋长呢 因为雅耳诺后来分裂成三个王国 加上被东北边的安格玛乌网入侵 最终只剩下雅西顿王国 雅西顿末代国王死后 他的儿子雅拉纳斯发现 中土大陆的北方登丹人 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重建王国 所以他决定带着为数不多的子民 成为一只流浪在伊利亚德地区的北方游侠 雅拉纳斯不再自称国王 而是要大家叫他一代目火卫 呃 不是 是酋长 用这种方式 延续雅耳诺王国的王主血脉 传到雅拉纲已经是第16代 OK 我们回来讲 其实早在第三纪元2931年 雅拉纲出生前 就已经有一则预言 提到了雅拉纲将来注定会有伟大作为 这个预言说 甘道夫会从维林诺 带一枚金灵宝石到中土 金灵宝石的金灵语是伊利萨 而甘道夫会把伊利萨送给凯兰崔尔 还预言啊 未来凯兰崔尔会把这枚伊利萨 送给一个同样被叫做伊利萨的人 这位伊利萨就是雅拉纲 所以当他复兴王国后 也被称为伊利萨王 雅拉纲两岁时 他老爸不幸被伴兽人射死 所以就依据登丹人族内传统 把他送到瑞文戴尔 由半金灵艾龙抚养他长大 但艾龙害怕雅拉纲 跟他的父族辈一样 会死于非命 一直隐瞒他登丹人王室协同的身份 艾龙 帮雅拉纲取了一个精灵乳名 艾斯泰尔 意思是希望 在瑞文戴尔成长的这段期间 他最常和艾龙的两个儿子一起外出冒险 多年来跟着高等精灵生活 也让雅拉纲学到很多精灵的智慧跟战斗技巧 一转眼艾斯泰尔已经20岁了 这年 当他从旅途平安归来后 艾龙认为时候到了 揭晓了他登丹人王族协同 还有他的本名雅拉纲 也把伊兰迪尔家族的王室遗物 巴拉罕之剑跟纳西尔圣剑碎片 还给他这位正统继承者 同年还发生一件 对雅拉纲超级重要的大事 他在森林里面遇到了艾龙的女儿 雅文 两个人一见钟情 但当时候的雅拉纲 克制了想告白的冲动 没想到我们家阿纲这么能忍啊 是我 我就不忍了 没有啦 因为雅拉纲才刚得知 他身父同年胜于登丹人这个重责大任 觉得必须先以民族新王为己任 所以呢 他就离开瑞文代尔 带领北方游侠 游走松土大陆的各大地区与荒野 执行探查警戒 并对抗邪恶势力的任务 在这数十年的磨练中 他真正成为一名超优秀的战士 小说里的他 精通所有武器 甚至超越了各类武器领域的大师 而他也认识了灰袍巫师甘道夫 就在艾隆揭秘雅拉纲身世前不久 中土大陆也出入了大事 索伦公开献身 并在摩多聚集力量 重建巴拉多塔 不久后 甘道夫 萨鲁曼跟艾隆等等 在论文代尔召开了圣白议会 但雅拉纲已经离开这里 没有遇到甘道夫 但有句话说得好 如果命运要你遇见一个人 就算你们曾经错过 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再次相遇 又过了三年 雅拉纲终于遇见了甘道夫 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雅拉纲听从甘道夫建议 特别留意哈比人家乡 夏尔的安全 第三纪元 2957到2980年 对雅拉纲人生来说 算是一个转列点 这时候他大概是26到50岁 他先后为当时候的洛汉国王 跟刚夺宰相效力 立下了许多战功 有效打击索伦邪恶势力 这时期他用的是化名 索隆哲耳 金宁语中的意思是 星辰之音 在刚夺 他是宰相身旁最重要的参谋 当时候就警告宰相 不要信任白袍巫斯萨鲁曼 应该欢迎灰袍巫斯甘道夫 也带兵攻打 刚夺南边的最大威胁 昂巴海盗 以寡敌众 打了圣仗后 他没有凯旋归国 而是选择继续探索 清除东边跟南边 所轮的邪恶势地 从这边就看出 雅拉刚完全不好大喜功 只专心做 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情 第三纪元2980年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冒险与磨难 雅拉刚前往黄金森林休养 再一次遇到了雅文 这一别已经29年 而我们的阿刚 终于不忍了 和雅文勤定终身 这时候 养父兼准岳父的艾龙 对雅拉刚说 你想要娶小文吗 当然可以 但你得先负心失落的雅耳诺 还有岌岌可为的刚赌 重新成为这两大王国的至高王 只有你从政这个身份 我才能把小文交给你 小说跟电影的艾龙 在这一点不太一样 电影的艾龙 很怕雅文为了阿刚 放弃永生精灵的身份 有点反对两个人在一起 还设法说服雅文去维林诺 忘了阿刚 但小说里面 艾龙没有表态反对 毕竟 雅拉刚是她从小养大的 跟自己的亲儿子没两样 不过坦白说 要她复兴两大王国 确实给了一种刁难的感觉 毕竟在当时 没有人有把握 可以成功消灭索伦 另一点小说跟电影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电影里面的雅拉刚 有点在闪避自己的身份 很怕跟祖先埃希多一样 重蹈覆辙 害残子民 但小说的雅拉刚 一直都记得 她身为登丹人领袖的重责大任 我相信 就算艾龙没有提这个条件 雅拉刚也会把消灭索伦 复兴王国 当成是她的终极目标 电影的雅拉刚很低调 但魔戒小说的雅拉刚 是没在吝啬抱上她的超常名号的 总之阿 阿刚的内心一直非常刚毅坚强 对爱也超级专一 我敢说 绝对不输给隔壁棚的室内补 抗议 至少你还有洛汉公主一欧文爱你 我呢 第三纪元3001年 魔多的魔影越来越深重 于是甘道夫请雅拉刚帮忙追捕 戒指的前主人咕噜 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 雅拉刚终于在死亡沼泽抓到了咕噜 把她带到幽暗灭里 给精灵王瑟兰多一看管 后来雅拉刚得知了佛罗多准备带着魔戒离开夏尔 之后大概就是魔戒三部曲电影所演的那样 哈比人在布里的月马旅店 和绰号神行客的雅拉刚相遇了 神行客这个绰号 后来雅拉刚把她转为金银羽 因译作泰尔康泰 还把她拿来作为家族的称号 之后在风云点上 雅拉刚英勇击退了戒铃的围攻 到了她熟悉的瑞文黛尔后 毫不犹豫率先加入魔戒远征队 一路守护队友突破难关 在摩瑞雅矿坑 失去了队长甘道夫后 她一肩扛起队长的职责 虽然因为一些疏失损兵折将 佛罗多跟三姆也因此脱队 但雅拉刚选择相信佛罗多 却追被强兽人掳走的梅里跟匹匹 后来证明了是正确的选择 题外话 追击伴兽人那时候 雅拉刚的赶路速度飞快 被当时洛汉票计第三元帅的伊欧默 称战是疾风之主 在圣盔谷之战中 雅拉刚跟洛汉王国的伊欧默 领军奋勇对抗萨鲁曼的强兽人大军 如果不是雅拉刚的领袖气场 丰富的战斗能力跟经验 洛汉守军可以说 几乎撑不到甘道夫带援军来 后来在刚夺首都 米纳斯提利斯快沦陷之际 雅拉刚听从了艾隆的建议 以艾西朵子嗣之名 召唤登哈洛的亡灵参战 最终在佩拉格 消灭了侵占钢脖南部海港城市的昂巴海道 紧接着参与帕南诺平原战役 击败了安格马乌王的攻势 这场大战结束之后 很多人都因为戒铃的攻击而重伤 包含了法拉末、伊欧文跟梅里 而甘道夫知道 只有预言提到的 王之手就是医者之手 才能救他们 雅拉刚也办到了 这证明了他的手 不只能持有圣剑 在战场上杀敌无数 还能用来治疗伤病 让子民起死为生 魔戒圣战的最后 为了误导并分散所轮的注意力 让佛罗多能够顺利完成 轮毁魔戒的任务 远针队的其他伙伴 和伊欧墨王、印拉西尔王 集结了残余部队要进攻黑门 开战前 雅拉刚回头对部队说的那句话 看到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真的就是抱着必死决心 为了不愧对佛罗多的努力 死也要拉你们敌军陪葬的最后一搏 最重要的关头 雅拉刚没有退缩 即使是神、高等精灵 埃西多的直系血脉 登丹人的领袖又怎样 在反抗邪恶势力跟死亡面前 大家都是平等的 正是这时候 为了朋友 为了所有受到索伦侵袭 陷于水深火热的子民与盟友 他更要挺身而出 这段故事 小说里面的描述比电影精彩很多 有机会一定要找来看看 索伦拜王之后 雅拉刚被加冥为 刚夺和亚尔诺的国王 复兴的登丹人 在中土大陆的王国 也如愿和雅文皆威夫妻 开始重建世界 在雅拉刚统治的122年中 中土大陆恢复了新盛与和平 米纳斯提利斯 在这位伊丽撒王的统治下 不只恢复了昔日的荣光 甚至比全盛期还要美丽 第四纪元120年 210岁的雅拉刚 在刚夺安详离世 并把刚夺的王冠 雅尔诺的权杖 传给了儿子艾达瑞安 雅拉刚的离世 对亚文打击太深 于是他离开刚夺 前往黄金森林 更年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被葬在曾经和雅拉刚 互许终生的古老山丘上 和勒狗拉斯根禁利 在得知雅拉刚死讯后 也不再留恋中途 造了一艘挥船 航向了海外仙境 虽然我只是很精简地 介绍了雅拉刚的身世跟历练 但听完故事 对于没看小说的观众来说 应该更能理解 雅拉刚有多强大 以及他为什么强大了 让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 有诺多精灵王族 辛达精灵王族 人类英雄 以及三级神麦芽的血脉 再加上愤怒之战后 被维拉加持 寿命跟各方面能力 都远远超过普通人类的 登丹人王族之血 这让雅拉刚一出生 就注定是人族的天花板 他从小跟着艾龙治下的高等精灵 一起长大 继承了精灵 典雅高贵的以理风范 成年后 率领强悍的北方游侠 护卫中土 也展现了登丹人王族 精益飘悍的王者精神 他为登丹人王族的血统自豪 无怨无悔 接下了复兴王国 适时抵御黑暗势力的责任 风云顶上保护哈比人 以一战五 击退了戒铃 圣盔谷之战 率领洛汉守军 顶住了强兽人大军的夜袭 他刻意使用真知金球 出现在索伦面前 恐吓索伦赶快采取行动 让索伦误以为 魔戒跟圣剑都已经在他的手中 以便吊火离山 替佛罗多争取时间 在《王者之道》 他拿出了埃希多血脉的人狂威严 说服了登哈洛亡灵 遵守过去私信的诺言 最终和甘道夫共同阻止 刚夺沦陷 结尾更在充满绝望的黑门战役 用重铸的安都瑞尔圣剑 率先冲锋 向世界宣告 登丹人与所有中途子民 面对邪恶 宁死不屈 在那个当下 所有人都将明白 即使佛罗多 没有成功毁灭魔戒 即使远征队跟中途子民 都将战死 他们也无愧于 伊路维塔与维拉 曾经的创生与赐福了 亚拉刚 亚拉刚身为中土大陆 最强大 最尊贵的人类王族 不仅抵御了魔戒的诱惑 更用他的一生 阻止了索伦 卷土重来的野心 就我来看 亚拉刚对于中土大陆的重要性 一点也不逊于甘道夫 如果你问我 亚拉刚如果真的这么强 那他能不能干掉炎魔王 坦白说我认为他不行 但这不是他个人能力不够的问题 因为能够干掉跟麦雅同级的炎魔 只有他几千年前 远古先祖辈的精灵跟人类英雄 以逻辑来说 没有经过双胜数光芒buff 跟维拉直接与间接的加持 正常的人类跟精灵 是很难打赢炎魔的 更别说 亚拉刚那个年代 已经是诸神加持后的好几千年 如果这样还能打赢炎魔 那这外挂就开得太离谱了 但即使打不过炎魔 单挑挑不赢所轮 也不影响他就是第三季元末 跟第四季元初 最强人类王者的事实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亚拉刚真正强大 又让人敬佩的 不是他的超级血统 超强战力 而是他一路走来 坚定专一 对朋友物离不弃 即使居高位 也勇不忘谦卑的 王者魅力 好啦 这起事件就说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你的订阅按赞与留言 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最后还要跟大家分享 更多悬疑怪奇的事件 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